炎热的夏天就是要玩水 在巴黎一间景观餐厅 善用了得天独厚的好环境 在草坪区设置了细水区 一旁还有大露台可以烤肉 让亲子在暑假一同来游玩 爷爷夏日泡在水里最舒服 这个不太深的细水池 引进的是清凉又干净的山泉水 很适合小朋友到这里来玩水 爸爸妈妈们也能泡泡脚 我们陶乐斯森林现在在暑假 有就是针对烤肉的部分 我们有做烤肉食材的 我们自己搭配的食材 都是比较好的食材 那除了来烤肉之外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爱心水池 就是天气很热 然后大人可以在上面烤肉 那小朋友可以在下面玩水 这里除了有迎接夏天 特别设置的细水池之外 一旁的大露台还可以烤肉 烤肉的食材全是业者精心调配 每一样都分量十足 要让客人吃饱饱回家 那这个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是只有五人的食材 那这个都是我自己去市场买的这样子 那因为我希望来这边 来陶乐斯森林烤肉的客人 他除了可以来这边玩之外 他吃到的食材也是健康好吃的 然后有像鱼类的话 我们有这个青鱼 然后还有鸡翅 鸡翅我们这样是五人份的 就满满的鸡翅这样子 然后还有这个铁道猪排 这个我们都淹好的了 那另外还有这个小朋友喜欢的小热狗啊 然后甜不辣 还有这个豆干 那如果说 那另外我们也会准备蔬菜的部分 蔬菜部分你可以烤 或者是你可以准备一个小的卡式炉 然后煮个小的 那个像小火锅 火烤两吃也很不错 那另外我们也会有这个吐司跟可乐这样子 这个是只有五人份的 那如果十人份的话 我们还会再把份量增加 那除了增加之外 我们还会有这个柚子香肠 然后还有那个牛小排这样子 然后还有多一 这个份量都会再增加这样子 想要烤肉的民众 除了可以依照人数选购之外 也可以因为个人的喜好 据换食材或是加购 建议消费者最好事先预定 以免因为吃不到想吃的料理而坏了性质 记者邦间凯林锦于巴黎采访报道